我们持续来关注 2021全球的佛学会考 虽然受到疫情的影响 有不少海外的道场 到现在都还没有完全的开放 但依旧有不少在家硬式的考生 我们透过镜头 带您前往到欧洲 大洋洲还有非洲 来看各地佛光人如何进行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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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心满满 喊声加油 准备好久终于迎来 全球佛学会考 欧洲地区佛光人在家中 在道场全神贯注硬考 虽然今年受疫情影响 不少成员是选择在家中来响应 无论大小菩萨通通严正以待 透过科技方式 验收学佛成果相当充实 参加佛学会考 我觉得一点都不紧张 很奇妙 平常都很紧张的 然后这次考试的开始 师父也带着我们大家念心经 让我们的心都能安定下来 这个过程我想就是修行 用身体的行为 那么去体验佛法 去体证佛法 所以这个佛学会考 会提升我们自己的层次 同样在大洋洲的佛光人 也不落人厚 纽斯坦北岛佛光山 也在当天迎接信徒参加考试 现场佛经和热心指导年长成员 如何使用电脑答题 澳洲学离各协会成员 也在云端同步见证修持成果 今年还有不少小童军 也经此加入考试阵营 让学佛美德从小扎根 而昆斯坦协会 除了大多在家线上作答 又不少佛光人来到道场 现场应试 经过这一次的考试 我们能够更深入地体会 各种的道理 因为这个道理 能够运用在我们的生活上面 我们能够运用在 人生的行事坐卧上面 能够效果震大 坐在书桌前几笔证书 非洲南非赖索托及刚果三个国家 共计200多位佛光人积极响应 检视自己在人间佛教 获取的五金智慧 经年度佛学会考圆满落幕 期待取得良好成绩 持续弘扬佛教善美 人间卫视综合报导